未估一只港股 始终是那句 未估我真是错过你 所以我也是跟回大西亚去买些什么股份 我上次都有提过自己持住 可能最大的两只就是ASML和SE ASML是做光刻机 就是相关芯片的上游 SE大家都知道 应该是东南亚的腾讯 暂时两只股票 我都觉得前景挺好 只不过又是全部都是高位 所以我想虽然你的本金不多 但问题是美股经常一股股买 那你就可能先买一股 有个仓底 可以多加留意美股的走势